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拍一個Vlog 紀錄直播和現場節目的互動混合式活動 痛點直接說就是會牽涉到雙倍的人力資源和所需要的訴訟都要雙倍 以後你走了 情景就是我們看影片 然後與網上和網上的觀眾一起做互動玩現場搶搭遊戲 難度就是要兼顧現場的網上和網上的受眾 而現場是有人不懂用手機的 講返一點背景 這個活動由我們三人籌備小組開了大約六次的會議去做的籌備工作 我們確認之後就會有一個拍片組 拍片組有一個籌備小組 他們專門設計遊戲的題目 資料搜集 校對等等 準備好之後就交給外景組 外景組就會設計拍攝的路線 在不同的時刻內按著題目去拍攝相關的題材 同一時間也去到尺寸去採購一些手信成為獎品 之後拍片交給後製組 先做了一個操展 然後交給拍攝團隊 讓他們去編寫荒術的稿件和錄音 之後再做正式的剪接和配幕 影片準備好之後就交給整個遊戲的籌備小組 由籌備小組裏面設計遊戲的玩法 以及在直播及現場活動裏面的節目流程 我們簡單點做個Rundown 一個Rundown Ready 就交給MC主持編寫他們的主持稿 好 我們會有現場電話組和有線上遊戲的電話組 分別去搶答遊戲時的電話 剛才說的萬事俱備時做了一個PowerPoint 因為都牽涉到遊戲的玩法 每一頁需要預約4至5分鐘的時間去處理一張PowerPoint 那裏總共有120張PowerPoint 這個PowerPoint是撿了兩回合的 當日我們會分了兩組 一個是由現場播放的Play System組 他們將現場主持人需要的收音咪的聲量等等 另一組是直播組 他們是跟機燈和收音的示意 當我們整個遊戲玩的時候 現場的MC會和網上的朋友一起同步去玩互動遊戲 整個遊戲大約玩了30分鐘左右 我們用了三天的時間做了三次的彩排 當這個活動完結後 我們也有一個叫錄幕的虛擬影相拍攝組 我們會有一個錄幕 之後的朋友可以透過錄幕 可以做一個模擬拍攝活動的紀念 整個Rundown的簡述就是這樣的安排 最難處理的就是現場的MC需要兼顧網上 以及現場的觀眾搶答遊戲的活動 這個是最花時間 以及要想得比較細緻一點 如何處理到同步發生這兩件事 其他執行上都是公多藝術 試多幾次的彩排可以解決到的 現場和線上混合的活動 都是第一次處理這個program 都遇上很多不同的新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技術性的細節 都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個活動 就到此為止 Bye